就是我會送給你的冰敷袋 其實沒有診所會送冰敷袋 而且送又送那麼好的 其實還蠻難得的 所以如果你回診 被我問說你有沒有冰敷 你回答說沒有 那這個就還回來吧 這花錢買的 你農我農你的問題我最懂 大家好 我是金華醫美整型外科 陳偉農醫師 如果你現在看到這個影片 基本上你應該 雙眼皮已經做完了 在肅前我的護士都會胃叫 可是這個部分是我自己 特別花時間錄給大家看的 我先開始講護理包好了 你開完刀你會拿到這個 雙眼皮的束後護理包 那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來我們看一下 就是我會送給你的冰敷袋 其實沒有診所會送冰敷袋 而且送又送那麼好的 其實還蠻難得的 所以如果你回診 被我問說你有沒有冰敷 你回答說沒有 那這個就還回來吧 因為這花錢買的 這個你可以放冷藏 你也可以放冷凍 那你說一天冰幾次 我覺得沒有上限 你有空可以冰到5次 14、15次都可以 冰多久 你冰的 冰冰冰冰 它溫度沒了 就結束啦 你就再放回冷藏或冷凍 然後過個15分鐘再拿出來 然後繼續冰 冰敷很有用 冰敷可以止痛 又可以止血 其實又可以消腫啦 那我的習慣是 束後一個禮拜 你就冰敷 什麼都不要做 你就是冰敷 然後束後一個禮拜之後 你改成冰敷跟溫熱敷交替 你可以放個夾電袋 丟到熱水裡面 那熱敷的作用就是 讓局部血液循環變好 然後浴清會退得比較快 消腫也會退得比較快 可是有些特殊狀況就是 如果你熱敷喔 你會腫起來 尤其是隔天 那這種人 你就不適合熱敷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喔 棉棒的部分 你其實就是 用生理石鹽水 你可以去藥局買 你不要用 水龍頭的水喔 你就把傷口稍微擦一擦 把之前的藥膏稍微擦掉 不要太用力 你可以用滾的都可以 然後就抹這個藥膏 一條應該夠用啦 如果你一條都不夠 代表你抹太多了 如果你抹太多 反而會反效果 因為這個藥膏有時候太營養了 你那傷口反而會不好 而且會 藏污納垢 反而是不乾淨的 所以基本上抹到一點點就夠了 換藥很簡單 你就是生理石鹽水 棉棒補掉 藥膏塗上去 把它暈開 就這樣 那一天幾次呢 我的習慣是一天兩次啦 早晚其實就夠了 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 那有些人問說 瘀青多久會退 消腫多久會退 其實你一個禮拜就可以化妝 兩個禮拜可以去中睫毛 它其實不會腫太久 瘀青的部分就難講啦 如果你皮膚很白 你確實比較容易瘀青 看得到 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你就是 有溫樂膚都會退 有些客人問說可以抹瘀青的藥膏 我的客人是不要 因為我有經驗就是 抹瘀青的藥膏 眼睛會腫起來 而且抹那個會揮發 所以你抹在眼睛周邊 其實眼睛會不舒服 針對雙眼皮的部分 好 當然就盡量避免煙啊 酒啊 刺激性的東西啊 激烈運動也最好不要 一個禮拜內 那隱形眼睛的部分 其實我的話是 都可以戴 包括你剛開完刀 其實都可以戴 只要你手保持乾淨 隱形眼睛是乾淨的 你戴進去基本上 不會有任何問題 眼瞼部分是沒有任何傷口的 所以也不會怕怎麼樣 那為什麼有時候 衛教單上面都寫說 不能戴啊 什麼的 因為是怕不乾淨 有時候腫的時候 確實不好戴進去 然後再來洗頭洗澡 其實都可以啦 正常 如果你真的擔心喔 那你 三天 你稍微避開眼睛的部分 你要洗頭 要洗臉 基本上也是沒問題 當然你不可能去水溝玩嘛 或者是你不可能去溪邊 碰那種水 那就是不對的 可是如果你只是碰到我們的 家裡的水 那根本就不用擔心 然後還有就是 我跟客人講 不要一直照鏡子 瘋狂照鏡子 這是不對的 因為你在腫脹的時候 永遠都會有點不對稱 那如果你真的真的覺得什麼問題 你就回診的時候跟我講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照鏡子 然後自己一直 掉入那個漩渦 然後 不要去揉眼睛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因為 縫雙眼皮 或者是體驗剪肌啊 或者是小切口啦 眼頭眼尾啊 你去揉眼睛 對傷口是非常不好的 而且有時候會甚至會流一點血 所以 我覺得雙眼皮 術後最大的兩個原則是 冰敷跟不要漏眼睛 好那如果你是 單純縫雙眼皮 我基本上沒有任何縫線 那如果你是縫雙眼皮加取織 我會有一針或兩針 一個禮拜拆 最快其實三天可以拆 然後 盡量不要超過七天 如果有體驗剪肌 開眼頭 開眼尾 那當然有縫線 那我的習慣也是一個禮拜拆線 我會希望 在這一個禮拜拆線前 你看過這個影片 好好照顧自己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 有時候會考你 問一下你有沒有冰敷 我最愛問這個 你有沒有冰敷 有沒有揉眼睛 怎麼照顧自己 我都會反問你 就知道你有沒有在專心 有沒有在 認真照顧自己 可以訂閱影片 或訂閱頻道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你也可以留言 所以希望你的雙眼皮是 很自然很漂亮 那這樣子我的 努力就不會白費 謝謝大家 YEAH 結束了沒 你還沒有把他咔掉 呵呵 謝謝你 我肯定我的 謝謝大家 這樣的